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GoMarkets的中文部分析师Coco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首先欢迎Coco Coco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进入市场走势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受昨晚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分阶段分锁城市消息的影响 尤其是波音在宣布将继续商业飞机生产的消息器材 美国股市出现了上涨 标普500上涨0.6% 道琼斯指数上涨0.1% 纳斯达克上涨1.7% 其中涨幅最大的个股是亚马逊和奈飞 澳大利亚昨天公布的失业率也是好预计 ASF200盘后上涨0.2% 目前报价5460点 奥币兑美金上涨0.1% 至目前的63.27美分 石油价格目前在19.8美金付电台环 黄金报价目前是17005美金 主持人 好的 感谢Coco的介绍 那么Coco啊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开心的看到澳洲全国的新增感染人数大幅下降 其中围州的数字呢 也是一直维持在各为数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解除封城的日子快要到了呢 好 谢谢主持人 没错啊 我们看到截止昨天为止呢 澳大利亚的累积确诊人数是在663人 可以说啊 这个疫情控制的是非常不错 那我呢 也在不少微信的这个中文媒体水上看到说 澳大利亚正在打算在5月11日解除封城逐步开放 那我想问的是真的会有这么快吗 首先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两天看到了比尔盖茨参加的最新的这个Test Talk的这个节目 那才5年前呢 他也在上过这个节目 并且啊 他在节目上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他说 如果未来有什么东西 在这个解释年内可以杀掉上千万人 一定不是战争 不是导弹 而是微生物 而且是可能是一个高度传染的病毒 因为目前为止人类啊 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投资的非常少 所以说人类是还没有做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爆发 那么可惜的是当时啊 没有太多人听他 结果呢 他也是一语成圣 截止目前为止这场疫情呢 已经导致了全球150多万人感染 那现在距离最早爆发啊 其实已经过去的近近三个月的时间 尽管全球的科学家都在努力 但是啊 疫苗真正研制成功 最后到大规模商业化生产 我们都知道是绝对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要知道人类到目前为止 对于冠状病毒的疫苗研究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因为首先呢 病毒在不停的变异 并且啊 疫苗对于人体免疫力的攻击 和可能会诱发的疾病和副作用 目前都是未知的 所以尽管全人类现在都在期待疫苗的成功研制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一年甚至半年之后 疫苗真的出来了 你会去打吗 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是 不会 我再等等 那么我们就要做好跟疫情长期抗战的准备了 那不要盖茨呢 在节目当中也提出了他的观点 他认为在这个疫苗成功研制 或者说这个公众普及之前 最需要做的就是加大病毒检测试剂盒的生产 做到试剂盒的公众普及 因为相比于疫苗研究成功的难度 加大试剂盒的生产就简单的多 并且根据实验结果来看 让医务人员帮患者做检测 和患者自行检测 最后检测结果出来的准确度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我也在这里呢 做一个大胆的预测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让患者自己用试剂盒做检测 可能就跟咱们现在在家里量体温一样普遍 这样呢 不仅能够有效及时的掌握患者的这个接触路线 并且控制病毒传播 同时呢 让一些轻症患者在家隔离 也降低了医疗系统的压力 比如像韩国 尽管在疫情爆发前期比较惨烈 但是呢 依然在没有这个严格的封城措施情况下 控制住疫情 靠的就是试剂和大量生产和及时的检测 并且呢 比尔盖茨也提到他名下基金会 正在为治疗感染者的有效方法和药物研究 做出努力和支持 他提到目前备受期待的韦德西瑞 是一种为期五天的静脉注射 因此在商业上非常难以制造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从目前已经控制的感染者血液中 提取免疫细胞的血清治疗法 目前这个疗法呢 已经被用于治疗小儿麻痹症 麻疹水痘等等 那我在这里呢 马上就联想到了全球最大的血疗公司 那就是澳洲CSL 那尽管最近澳洲股市有了小幅的反弹 但其实连今年年初第一个交易日的6600点 仍下跌了将近20% 那CSL呢 较纪念年初始仍然上涨了将近20% 并且啊 在现在其他公司纷纷下调或撤回 2020年隐蔽预期的情况下 上周呢 发布公告 所以表示公司今年的隐蔽预期非常有信心 因此不撤回了 那同时呢 公司也宣布与他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武田治药合作 开发针对新冠肺炎的水浆疗法 那我们都知道这种水浆疗法啊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需要采集水浆 那截止CSL205年为止呢 它在全球一共有237个水浆采集中心 分布在美国 德国 匈牙利和中国等等 那光光在美国啊 去年就新增了30个水浆采集中心 所以这叫在水浆疗法的研究呢 有非常大的先进资源优势 并且呢 他的另一款产品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在这次疫情中 也被用于给中针病患者增加抵抗力 而且根据2019年下半年财报 也就是疫情爆发之前 他的这个单个产品销量就增加26% 那具体的关于这支股票的中文股评报告 也在上周出版了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手领取 所以像CSL这样的生物医疗公司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长期关注的 主持人 好的 那么感谢Coco 你刚刚提到我们未来可以要做好 长期跟病毒抗战的准备 那对于之后我们的生活工作生意或投资 你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建议吗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深有体会 这次疫情的爆发呢 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如我一直在之前 在由于今年的复活节到底是去日本看樱花 还是去泰国吃早吃 结果上周的四天假期就开启了在家的观光路线 从客厅到厨房再到卧室 那可以预见的是即使未来疫情结束了 很多人们的这个习惯依然不会改变 比如1.5米的睡觉距离 还有可能尽量避免去人口密集的地方等等 那墨尔本到现在 封城已经差不多有三周了 那我偶尔去公司呢 就能感受到整个城市是非常的空旷 没有了拥堵的道路 拥挤的电车和人来人往的火车站 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在家办公了 那我觉得接下来很多公司或者企业 就是开始思考 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大的办公场所 如果可以实现一部分人演成办公的话 那么缩小办公室节约下来的成本 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规划 就比如现在所有的餐厅都只能做外卖 甚至连麦当劳都卖起了鸡肉和鸡蛋 那我们看也不少这个餐厅在疫情爆发前期呢 就已经倒下了 但是呢 其实像麦当劳或可能这种大型的餐厅连锁 却永远不会倒闭 所以我们说一旦疫情结束后 留给消聚者的选择就会更少 同样类及餐饮业的其他行业 也会面临着像这样的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的局面 相信节目为观众也有不少的餐厅经营者 或者相关行业的从业者 那就要做好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外卖有可能支撑整体业务的准备 那尤其是现在外卖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那菜品的调整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疫情来了 大家都闲下来了 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厨房 如果餐厅的菜品是普通的家常菜 或者更是不太适合外卖的产品 比如像面条这类容易泡烂 或者汤水太多的产品 也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因为外卖不考虑餐厅是否属于主街 或者偏僻的小巷子 也不考虑餐厅的就餐环件 或者服务是不是好 对消费者来说 产品的特色和独特性非常重要 最后在这一轮下跌当中 相信也不少投资者 已经加入了抄底的行列当中 那目前股市也非常争气的反弹 接近20% 但是其实因为疫情远还没有结束 市场我们知道 也不可能迅速反弹到原来的位置 而是在一定时间内 在一定时间内震倒 那么这个时候 设置合力的抄底策略 和出场策略就非常的重要 比如像现在的石油 大家有去加油的话 应该看到油价 目前已经跌破了一块钱 到了比矿泉水还便宜三分之一的价格了 那假设石油 我计划是买入一百桶 那么我设置一个 我觉得最最最最悲观的情况下 原油会跌到多少 那根据现在价格 还有多少跌幅的空间 再呢 我们再分三次或四次 挂单分批买入 虽然不能保证 每一次价格都能买在最低位 但是至少不会抄底 抄在半山腰 那我昨天呢 跟一个客户朋友聊天啊 几周前呢 他抄底石油 买在了18块多的位置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有偿价格 因为随后油价呢 就立马反弹 到了最高28块钱 那这两天呢 又回落到了20块钱左右 他呢就有点后悔 所以在目前肉眼可见的 全球石油需求 依然没有恢复的情况下 其实像是类似的投资呢 我们就可以计划 做一个长期和中短期的隐秘目标 比如其中的一部分 做中短期的投资 目标呢 是20%到30 剩下的呢 则作为是长线投资 主持人 好的 感谢coco的介绍 更多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该怎么样和您取得联系呢 好 大家可以呢 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 8658 0603 或者8658 0602 或者可以微信联系 我们的客户小助手 好的 感谢coco的介绍 8658 0603 欢迎各位随时拨打 coco 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 GoMarke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